菲律宾9701建 菲律宾的小艇对我们进行了多次的不间断的干扰 他们有两次的派遣潜水员在我们周边进行下潜干扰 中国海警现场指手舰为我们这次调查提供了全国为了支援保障 多次派出小艇反制 确保了我们调查的作业的一个安全 我们在调查期间也发现有很多菲律宾的渔船 就是没有经中国与政府的许可在这个仙兵礁的西北侧聚集活动 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就是在菲律宾船舶的这个活动区域 发现了这个海面有漂浮垃圾 这个水下了有人为堆积的就是人为气质的这个贝雷残骸 还有就是在菲律宾船舶活动的区域 这里的造调室商户覆盖率 明显是低于这个仙兵礁其他海域的 这里还分布了有较多的死亡的大量的死亡的这个商户顺限 9701件它长期是在这个仙兵礁茅膊 因为受到这个波浪 还有这个海流等重要的影响了这个锚链 还有船锚 它会持续对这个胶体造成破坏 我们综合这个调查结果呢 就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9701件的长期滞留 还有其他相关链的人类活动 已经对这个仙兵礁上户胶生态系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至于这个影响的程度和范围 需要我们进行进一步的全面的评估和底线的调查